明家境年前 明政府在榆林南设立镇川部 因其南控岩随 北池于衡 取镇守川道之意 得名镇川 该部是明代九边重镇 三十六部之一 除过军事地位 历史上的镇川 还是北方货物的中转地 尤其是皮货交易非常活跃 素有汉码头之称 在镇川有一种烧饼 据说为汉码头的兴盛 也贡献了一臂之力 烧饼底屏面笼 中空改红章 带点咸味 当地流传的说法是 康熙皇帝到榆林微服私访 途经镇川时 品尝了这种形状特别的烧饼 因其口感和制作方法 起名甘芦 根据这样的传说 甘芦可就有了上百年的制作历史 如今甘芦依然是当地人喜爱的食物 只是富食的丰富多样 甘芦已经没有过去那么珍贵 在镇川街上做了三十年的甘芦国 现在主要做的就是销量最好的油甘芦 油甘芦就是活面时几乎全部用油来活面 甘芦是硬面 不用发酵 揪出同样大小的面剂 包进半了盐或糖的干面粉捏好 用手掌在被油浸的发光的枣木模子上 压成边厚心薄 形似轮胎的甘芦 做到这一步就可以进炉烤 但甘芦国却有着自己做干炉的固执 坚持每一个细节都要被自己的双手打磨 这也是他认为自家干炉品质过硬的原因 这一步叫玄 双手并用 深居国心里的那份执念 正如甘芦的大巧若捉 镇川作为进闪通往甘肃 影响内蒙等地的商道枢纽 行商之人下延安走西口 跋涉高原穿越沙漠 旅途辗转 有了经久不坏的甘芦来保护 才能保证这一路的顺利 在风起云涌的电商时代 借助互联网的通途 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不仅仅满足走出家乡的 镇川人心中的念想 更为重要的是 让更多人知道 吃到镇川甘芦